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开吊虾肠 开吊虾肠 我在这边我还是要呼应 我们还是要听佛陀话 我们要以正命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有些人会去换毒 对不对 有些人会去做杀人的武器 卖枪卖刀 你不要说你卖赌给人家赚那种黑心钱 你就得到一时的豪奢的生活 大与大多的生活 那都会有果报 我上次看到一个毒贩 毒烟烟 两个都是年轻人 贩毒为生 最后那个男的 那个毒贩自杀死亡在房间里面 那个女的也是吸毒吸道 昏昏醇醇的赔那个尸体 赔了三天三泪 尸体都烂掉了 都腐化掉 长蛆了 灵机受不了那个味道 跟警察报告 警察来现场看 两个都毒品人口 两个都是在患毒 死的时候就昏昏醇醇的 那个女的也是一样 尸体怎么错她都没有闻到 是自己遭感的 所以我们要依佛陀的教诲 要以正当的职业 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我舅舅很有钱 住在乡下 闲来无聊去开个钓虾场 给人家钓虾 造业啊 你多赚那几块钱造业啊 结果他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练大学 硕士班毕业 在我们北部一个国立大学 暑假回家帮爸爸妈妈做农事 去管理那个钓虾场 他自己也下去钓 拿钓杆下去钓自己的钓虾场的虾 结果骑摩托车要回家吃换 暑假嘛 钓杆没有收好 湿湿的 放在摩托车上面绑着 结果钓杆去甩到高压电 当场电子在马路口 烧焦 高压电烧焦 现做现报 现报 从此以后我这个舅舅悲伤度日 长子横死在街头 我舅妈想不开 后来为疾病所苦 长得子宫僅留 家里也是很有钱 结果在这里想不开 在自己的家里上吊自杀 你看吧 福报刚才讲的三四愿 你有福报可能去造业 造业 造业 必敢得恶报 何苦来在呢 用来看 扭拭 看看 感谢观看